男子躺在單架上 雙手用毛巾緊緊包住 緊急送上救護車 因為他的手突然被爆炸的 離電池炸傷 電池膨脹被燒到整個焦黑 巨大爆炸聲響驚動附近住戶 事發在週一晚間10點多 高雄前鎮明泉二路上 有住戶的微型電動二輪車電池 正在充電 存保電後 屋主一對18歲及25歲的兒女 準備要拿上樓 沒想到電池突然在手中爆炸 導致兩人臉部手部都被躺傷 持續降溫 家裡的電源接上之後 這個冰箱器的另一端 再接上電池 原本電池裡裝滿一組組離電池 起火燃燒後 整個膨脹變成黑炭 業者表示離電池爆炸 通常是因為內部電線破損 短路或是電池遭受撞擊損傷 電池本身的品質比較不好的話 那或者是我們碰撞 導致電池本體它有變形 內部短路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燃燒的危險 離電池爆炸意外頻傳 民眾發現電池有膨脹或變形 就要馬上更換 也要電池維護檢修 以免發生危險 三立新聞 劉安靜 成員高雄報導